後面的影片 欸 等一下後面的影片喔 講的順序 我不小心把這個暗球 當成這次的主角 風球才是我們這次的主角 好不好各位 風球才是我們這次的主角 哈囉大家好 我是翁來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個11月份的英雄地下城 做一個簡單的這個 布朗尼法師的一個介紹 其實我在猶豫要拍這個系列 因為我覺得好像這隻角色真的是 也算是一個老角色了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好介紹的 但管他的我們就 還是簡單快速來帶大家瀏覽一下 我們這隻球 這個號稱球球的這隻角色 無屬性到底有什麼作用 那我們就先來看到這一次的主角暗球 剛好我已經有了 暗球 那暗球的話呢 基本上一技能就是一個 所有球類都一樣 他的一技能就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次帶暴走 你永遠不知道他可以動幾次的一個技能 也是因為這個技能 如果你讓這個球 就是這個水風 水風火光暗球 帶上暴走符文的話 他使用一技的這個行動速度 就非常非常可怕 但好在的是 他並不是一直攻擊其魔靈 所以即便他可以動很多次好了 他想要做到擊殺 基本上還是很困難的 但也因為這個一技能 搭配上暴走的話 你永遠不知道他可以動幾次的情況下呢 他的一個CD會洗得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再來的話 二技能 二技能的話 暗球的二技能是一個增加攻擊力 跟這個暴擊率的一個技能 不過可惜的點呢 是在於他沒有一個體調效果 所以他只能單純的去 呃... 加攻擊 加... 暴率 那就是不能去做到說 我可以可能利用他來做一個打一波的戰術 但是... 但是他的一個三技能 他三技能這個... 角琴的好意 劍仁就是角琴 呃... 以自身的體力上限為一定比例攻擊是我敵 這句話當作沒有 因為球類的傷害係數都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這個傷害量就當作沒看到就好了 然後呢 並以70%的機率解除敵人所有的強化跟弱化效果 稍微看一下 他的這個吃滿技能之後 並沒有增加機率 所以吃滿技能之後還是70%的解狀態 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呢 他會... 呃... 造成一個相當於解除效... 解除的這個... 效果的回合數 給予敵人沉睡 這個... 這個狀態就其實還算不算太差 如果今天面對到對面可能是有很多的狀態角色的時候 像什麼水仙人啊 像什麼光暴的時候 他敲下去 舉例 如果今天是水仙人的話 護盾三回合 免疫三回合 打下去 他就直接會有六回合的一個... 這個...沉睡 等於說那些角色基本上六回合不用弄 你也不用管他什麼暴走什麼的 如果在競技場的話呢 呃...等於說 如果是六回合的話 他最少三個回合 每回合都暴走暴滿的話 三個回合都不能行動 算是一個不錯的控場技能 但可惜就可惜 再來就是一個機率性的問題 以及第二個就是... 呃... 他除了這個效以外 他好像沒有什麼其他的功用 就真的是完全沒什麼功用 加攻加暴率 其實在RTA的主流的話 還是會希望說 可能是多一點點的生存的一個... 輔助像什麼加防啦 回血效果啦 或者是提速 這些可能都會... 對於在RTA來講 再... 好一些一些 或是多一點點的體調 那這支... 另外一點沒有那麼好用的地方 是因為他需要對面有狀態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他需要讓對面先動 所以除非對面的這個狀態角色有明顯... 高於其他角色的一個速度 你可以賭 暗球可以做到插隊 否則的話 這個... 他這個三技能就有一定的... 一定的比例 一定的機率是需要先扛對面一波 尤其對面狀態角如果是有... 又附帶有體調的話呢 那暗球就會變成說 欸... 這個對面... 需要先扛對面一波 那扛完對面一波你未必... 這個... 可能你的角色就已經... 死了死 傷了傷了慘了慘了 那這時候其實暗球的控場 可能效果就沒有到那麼的... 好的 講完暗球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到 我覺得所有球類當中... 其實我覺得所有球類都不算太差 那其實有幾隻特別的突出 水球就是其中一個 水球呢一技能一樣 不知道他在動幾回合 二技能呢 是這個... 無視屬性影響 始終觸發強擊的一個... 這個... 破綁效果 一回合的破綁 群體一回合破綁 並且沒有寫... 沒有寫觸發率 所以代表他是百分之百觸發的一回合破綁 算是可以給上隊友 輸出的一點點小幫助 那重點 這個水球 相信大家對他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他就是一個工匯技能在上面 防守遇到他最... 不確定因素最高的角色之一 因為三技能 小導彈 他會隨機... 隨機消四次... 隨機四次分別造成 消兩個強化效果 暈眩... 破防跟... 這個... 進補 並且會提升... 這個全部隊友的... 這個... 攻擊效30% 所以... 他是一個... 不算太差的... 他是一個... 群體的體調角色 除此之外 他的這個消... 如果不小心消到你的關鍵... 你這場... 這場戰鬥中的關鍵核心角色的話 消到他 那如果破防破到他身上 對面就高機會會擊火他 那如果真的運氣不好 四下全部都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 再帶一個進補 你還缺乏了一個可以把他... 你如果沒有解凍態的話 你還沒辦法把他補起來 直接少一隻角色的... 就高機率你會直接少一隻角色 而且因為他有體調 所以基本上可以帶動整隊的一個行動 所以... 水球他的不確定因素在於這裡 以及... 如果今天水球中暴走 是有可能出現... 畢竟他的三技能CD就有三回合 是有可能出現什麼... 三技能接一技 一技... 一技... 再接三技能 或是三技能接... 二技... 然後再來... 如果是暴走的話 應該是三技能接一技能接 二技能接... 一技能接... 三技能 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他可以動幾次 另外水球的角色如果在RTA的話呢 他的三技能暴走之後 接一技能 如果是一技能的這個20%觸發暴走的話 他就還可以再一次的... 再多一次的暴走 他的這個... 一技能是會整個刷新他的暴走次數限制的 所以... 水球他之所以這麼不確定因素就是在於他的... 因為球類之所以裝暴走會這麼不確定的 就是因為他的一個一技能喔 是可以... 你不知道他可以動幾回合的啦 那... 基本上水球就建議 要嘛就是裝迅速拼... 一定... 拼跑贏對面的一個不確定 要嘛就是裝暴走 即便不然被控到一個暴走可能3接1接1接2接1什麼之類的 就是... 他裝暴走就是代表他的一個極度的不確定因素 他裝三技能就是帶一個... 我想要拼先手 小幅度的一個不確定因素喔 再來的話呢... 火球應該大家也是不陌生 他也是一個工會戰防守 常常出現的角色 那差別是他在進攻也會蠻常出現的 水球不適合進攻是因為他的不確定因素 而火球的話呢他比較適合進攻呢 則是因為他... 就是...他的一個... 屬性上 剛好跟火忍搭得上 以及2技能也可以跟火忍去搭配到一個... 輸出 再來他的3技能 其實球類都有一個很不確定 就不只是對方進攻時的不確定 你自己使用他也有一點點的不確定 他的不確定在於呢 這個火球的一個... 3技能 他是會隨機去... 首先先增加30%的攻擊條以外呢 他會從這個... 免疫... 等一下喔 他會從這個加攻跟加防的狀況中 隨機選擇一種賦予 然後除此之外 他會給予全體的一個提速以及兩回合的免疫效果 這個Buff數量其實真的算不少 那重點是 他攻擊跟防禦Buff只能挑其中一種的情況下 如果你帶火忍帶火最高 你搭配他得到的是防禦Buff的話 就會比較可惜一點點 因為就沒辦法讓輸出達到最大化 但是... 帶這個陣容基本上去面對的都是... 皮包的角色 即便沒有加攻 有先手拳還是有蠻高的機會可以做到擊殺 所以這是... 為什麼火球還是... 很適合進攻的原因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風球球喔 那風球球呢 1技能一樣 2技能就是一個加攻加暴率 但是我自己覺得 風球更... 這個2技能給風球是更好的一個搭配 原因在於風球3技能 風球3技能 大家有注意到他的消跟暗球不一樣 他的消是百分之百觸發 而且呢 只要... 只要有消到強化效果的話 他會立刻獲得回合 所以... 風球是可以3接2 只要整個隊伍的速度上面是可以搭配的話 他3接2之後呢 就會給群體一個什麼 給群體一個加攻加暴率 搭配他的一個3技能群銷 那這時候只要隊友再帶上一個... 破防的角色 那就可以給第三位出手的角色 只要你的整個速度配得好的話呢 就可以給第三位出手的角色一個輸出的最大化 而且他就... 你的第三位出手角色呢 就可以降低他的暴力需求 給這個... 風球的2技能來補足他需要的一個... 暴擊率喔 所以風球我自己覺得他的這個技能組表現 又比暗球來的漂亮一些些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暗球的表現真的比較可惜一點啦 對我自己覺得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最後一支我們要介紹到的就是光球 那我覺得光球算... 哇塞他是光哈格 光球在哪裡 這裡 那我自己覺得啦 光球算是5屬當中 也是一個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 好的一個角色 他也是曾經的英雄地下城角色 攻球之所以強呢 是因為...一樣2技能群體破綁以外呢 這個3技能 他的3技能怎麼樣 他的3技能會... 只要強化效果數少於敵人的話 他就會立刻消除一個強化效果 他等於是什麼 他有點像是... 擁有風球的3技能 然後又可以擁有破綁 就是... 他算是處於這兩個之間 等於說開場如果我方是沒有任何狀態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藉由他去給敵方造成一個群體破綁 那... 呃...為什麼光球的主角他表現會更好是因為呢 隊長技能 他還有一個速度隊長 所以可以去搭配光球 然後... 光球1速動完之後呢 再去接上後面可能提條角色跟這個... 呃... 輸出角色來做一個重傷害 那... 甚至可以給這個... 呃... 光球撞上絕望的話 他開場除了可以消可以破綁以外 還有機率訓的群體運訓再搭配上隊長技能 那這邊還是來稍微小小提一下啊 雖然說... 光球有一個絕對屬性優勢 但其實他跟光球... 他跟風球比起來 這個屬性優勢其實... 影響我覺得... 反而... 反而是小的 反而影響比較大的是他因為他有一個速度隊長 為什麼說小 因為我們之前曾經有介紹過了 消狀態呢 是不看屬性 只單純看命中跟抵抗的 那... 再來呢 這個光球的2技能破綁呢 雖然說破綁會看... 這個... 屬性的優勢也是 但是因為球類的2技能的這個破綁呢 是始終觸發強級的屬性相克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也沒有屬克問題 所以其實球類的一個破綁也是... 呃... 沒有... 沒有這種... 會因為屬性上而需要選擇對手的狀況出現 所以... 以這樣的情況下來看的話 其實是球類的這個技能組真的都算不差 那這些當中比起來我自己有覺得啊 可能水球... 水球防守...火球中間...可攻可守...光球進攻... 然後暗球... 就是特... 暗球跟風球可能就比較適合在一個特殊用途的這個狀況 那... 光球也是一樣啦 光球跟風球的狀況是一樣 就是他們需要... 他們是需要這個... 隊伍的速度搭配的 如果你速度有配好的話 那... 就可以做到一波帶走 那這可能你的配速上面就是每一隻都要差異速 確定說你這隻球... 出手完之後你後面腳上可以跟得上 不會被插隊喔 那在符文上面的話呢 我自己就會覺得... 呃... 欸... 剛才沒有介紹到火球的話應該沒有什麼意外啦 就是裝一個... 迅速符文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 你要使用再防守的話 當然也可以使用暴走 然後... 光球的話我自己就會覺得走一個... 絕望吧 絕望高速 或者你真的想要打一波的話 迅速高速也是OK的 再來... 按球的話我自己個人 如果是我自己在使用 我可能會想要走一個暴走 因為我覺得... 呃... 他如果要拚伊蘇也怪怪的 因為他畢竟他有一個... 睡覺的效果 他比較適合... 要消的話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他的消 那不如用風球 不如用... 光球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他睡覺的一個效益的話 那就希望說對方是在... 使用過... 技能 補過狀態之後再使用 那這時候他速度不適合太快 所以我覺得... 他比較適合暴走 然後風球因為三技能可以接二技能 所以我自己覺得... 帶迅速配速好 走打一波也是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喔 好啦那以上就這一次的一個球球的... 無數球球的一個簡單介紹啦 那我覺得... 高機率... 高機率... 呃... 這一次的英雄地下城 應該就是一個... 技能碎片 好啦那我們的影片大概到這個地方 想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